大家新年好 希望過年的長假 大家會到工作崗位 我這裡要特別謝謝所有的同仁 特別在過年期間 大家守護著自己的崗位 就是注意著疫情整體的變化 年前我們也做好相關的談點 就營運各種的狀況 非常高興 雖然說我們很緊張 隨時在注意 但是整體來說 過年期間整體是很平靜的 雖然有很多活動取消 但是過年平平安安最重要的 我們也是力氣的注意 今天開始政治上班 接下來就有很多的活動 包括學校開學 還有我們的白明文化記 還有國際藝術堂等等 那怎麼樣在這個防疫 相關作為在可以控制的狀況下 把相關的現任工作以及能夠順利的推動 那我們也是能量要非常謹慎的處理 就是今天就是上班的第一天 那我們還是原力在每個禮拜一的下午兩點 就是召臺比較高興的 第二點就是澳齊警戒從2月8號再到2月28號持續 就是維持澳齊警戒 其中包含在元宵節期間 就是能量維持澳齊警戒 那移工引進就是 就開始一些措施 就是能量就是可以引進 就是要居家檢疫14年 在這種健康管理期間 那我們這邊也有移工的申請 就應該都是照這個規定來做 然後有三種方案 這是人家7是人家4的 那7的部分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說他居家檢疫 我們目前的這兩個移工的狀況 這樣是我要先報告 你先講一下 他們就居家自主健康管理就可以回來了嗎 目前我們這兩個個案 這是第一階段的專案移工進來的部分 是去年的11月15號 那我們在12月的時候有一例進來 那已經打完兩劑 大概3月會完成第三劑的接種 這是第一例 那第二例的部分是1月7號會進來 那已經居家 他就是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都已經滿21天 那目前所有的檢疫的部分都正常 那在台北等提檢跟搭飛機回來 那這個有三點的部分是要佩服 第一點就是他進來的時候 一定要完成兩劑的疫苗 那第二點的部分就是他雇主一定要幫他保防疫險 那第三點後續我們民政處的勞動科會 持續的會來關注 盡可能我是覺得說自主健康管理完7天 法律規定雖然說他們可以回來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在台灣 在法律旅館或者是法律宿舍完成自主健康管理7天 再檢測一次回來是比較安全的 好這個部分 我這邊再注意一下 那這個是移工的人 因為幾個工地 我看他們有在準備申請移工 這個部分再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有提到就是有幾個案例 就是進來一步改成本土 都是防疫旅館的這個交叉感染 所以說我們對於防疫旅館的部分 就是要提高警覺 特別是看起來是檢疫期滿的時候 那時候風險最高 在2月9號晚上12點過後會解除隔離 那我們9號白天會再採一次PCR 那陰性的話他晚上12點過後就可以隔離 那隔天早上就可以退房 那在檢疫期間的這個區檢狀況 那他們有做了三次 每個人做了三次的家用快篩 那都是陰性的 那這期間就是謝謝民政單位 警政單位還有這個環資的部分 協助每天的健康關懷跟垃圾處理的部分 再來第二天是疫苗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追加季的這個接種人數是6,964級 這是截至到2月4號為止的這個數據 那在禮拜三還有一場這個 預計是最後一場的社區接種 站在2月9號的早上半天 目前的這個預約人數是250人 那其中以這個學生跟軍人為多 那還是呼籲這個還沒有接種的人 民眾要趕快上來預約 那之後的這個接種就會回到醫療院所內來做接種 那一個部分就是用中央的1922預約平台 第三點是我們這個防疫物資的部分 居家檢疫10個 他9號會再做一次PCR PCR結束以後他的自主健康管理7天 那這7天他在哪裡 他就是可以退房去住外面的旅社 那他因為他是外籍傳染 他知道他有傳統嗎還是也要排在哪裡 你知道嗎 目前還要再問一下他們 再瞭解看看看看他們在哪裡 就自主健康管理能來要標準他 就是要落實相關的規定的話 就不可以那麼去亂訪 因為他防疫旅館前講了沒有 後續的那個相關過程就是都了解了 特別現在防疫期間了 防疫優先 防疫做好的後續的就相關 就像剛剛產經局黨用心的把這個流程都講清楚了 後續就請這個 產經局黨這邊多多費心了 另外就是後天這個加強季 就是預約250個人 其實我們還有空間 所以說長髮長們也回去看看 部隊這邊還沒有拿 另外就是各種人也廣播一下 另外就是鼓勵年長者 就是盡量來當 如果有申請照顧服務員 鼓勵照顧服務員來陪同外層 來陪同市場 會有一些配偶可以申請 我們希望盡量都鼓勵他們去當 之後就是我重新再規劃回醫院 看後續的量 就是我們現在19222 就是開我們醫院能夠突然量 預定還是可能就是排下禮拜三 做市場的工作 所以那個能量就會比較低 一個整個大概60個左右的能量 那第二點就是 目前就是相關醫療支援部分 施力聯合裡面到目前2月的部分 那邊是會停止支援 所以2月底之後 他們還要看疫情的狀況再打 那目前IDS計畫是會停到2月底 防疫物資 那物資是充足的 那另外在學期末還有寒假期間 我們也是一直在持續 就是提醒相關的一些防疫作為 那在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五就是2月11號 就是我們的第二續期就開始了 那在這邊要感謝軍方就是馬防部 還有動力指揮部這邊就是協助我們 在開學之前進行學校的大清效 那就是在從明天開始 明天後天跟大後天三天 三天會完成全線的學校的一個 就是環境的清效 那還有一個初步統計大概就是 大概是94%的學生都有醫院註射 那這樣的對象是12歲以上 然後未滿18歲的學生 那在學校的老師還有職員的部分 我們在國中小孩幼兒園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全線是100%都已經完成兩劑的一個施打 那第三劑的施打的話就是持續的 就是在進行當中 那後續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的 假設有新進人員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會在他們的一個疫苗注射的一個 是否已經完成疫苗注射會特別在注意 那如果是第二劑注射還沒有完成14天這樣條件的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每週一次的去進行自費的快賽 或者是PCR大概相關的重點 就是可能國小跟幼兒園 國小跟幼兒園這個部分 他們都沒有打疫苗 是非常的高貢獻 那學校這邊要針對這一個族群 當然工作人員老師一定要打完疫苗 加強劑的疫苗 就是照規定要打好 就是要全部要打 另外對於這個學生 就是開學這一個禮拜 有任何的這個上呼吸道的症狀 或者就應該要提高這個警覺 要加以採檢 要靜靜一點 任何應該要加以採檢 另外就是如果是有學生這段時間 有去台灣特別是從桃園回來的 學校應該提高警覺 萬一有任何上呼吸道症狀 應該就是安排去醫療院所先做一個採檢 然後能夠這段時間的學生的這個 法醫作為就是戴口罩清洗手 避免群聚等等 就學校這邊要提高警覺 因為十二歲以下都沒有打疫苗 基本上他是沒有保護率的 如果說有些學生 就是萬一有些學生去台灣 然後回來萬一有帶病毒 那又有40%是沒有症狀的 那如果說防疫的作為很好 即使萬一有這樣的案例進來 那有很好的防疫也避免它破損 就是說這段時間怎麼樣提高 學校以及學生團體生活的 法醫作為是非常重要 但是是